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录一期编译K2固件 就是OpenWRT的固件 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加入Fit keyport插件 关于这个插件,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会用 但我没有这个需求 那为什么我有一个这么奇怪的事情 有人在B站的后台对我留言 说能帮我看,看不懂 我说我看看前面节有没有时间 他给了插件的例子 想编一个带有功能的K2固件 他每次看得懂 然后我问他CPU是不是这个 他说嗯,对的 那飞行K2型号是PSD1218A 那我跟他说OK 为什么 因为这边也有时间 然后我也来看看啊 编译一个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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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飞X86系统的啊 这个 大概的步骤是什么 我也相当于学习一下 嗯 所以我就音一下了这个 这个火啊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弄啊 我大概想了一下 就是我的思路是这样 他有加这个插件嘛 OK 那我先要搞清楚 就是我打算是在Lad固件的基础上去做啊 那我先要看K2的CPU信息是什么 那刚刚已经问到了 然后还搞清楚应该使用那个profile啊 最后才能编译呢 那大概有几个关键性的东西要改 那大概有几个关键性的东西要改 第一个是target 还有个subtarget target profile 然后还有Lucy的这个application 要改的 大概是这样啊 那先不管 我们先站着吧 我们先把这个 我先去访问一下 要大的地址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固件的代码拔下来 不知道 你先把固件的代码拔下来 我们先把固件的代码拔下来 OK 那我在我的小电脑上 那我们先看了一个mo 先克罗一下 那要大的代码 然后干嘛 我们看一下 那个固件嘛 那刚刚 这个小 这个小伙子就是说 他要的是这个东西吗 那要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起来 看起来不需要的 把推荐好的,跌进去的Umic file,看起来都是ok的啊 看起来都是ok的啊 对吧 看起来都是ok的啊 ok,我们打算在LDA的代码的逼顶一下这个程度 这么快就好了 对,有网友问我,网络的东西是怎么弄的啊 但很抱歉 这个不方便分享吧 就是多一个东西吗,加进去 ok,我们加进去,看一下LDA的部件,它说怎么用 对,我们把Ninux就过来就好了啊 ok,那我们把这些插件都install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大时刻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再去解决什么问题吧 一个是X86可能是不对的 是吧 所以我们需要改成 是什么CPU呀 应该是MediaTech 但是它是MIP还是ARM架构的呢 其实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查一下 我们要去Google一下 这个刚刚呢 我去Google了一下 Google的结果是这样 花了一点点时间去Google了一下 MT7620 7620是MIPS架构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选MIPS架构 MT7620 Baseball 这个应该没问题 除了这个你别的东西都不对了 Target Profile 这是个关键的东西 我们找一找啊 好 我们找一找 前面 我们找到MediaTech MT 不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 前面那个小哥哥 不是留言说 他是个什么啊 是PSD 1218A 是吧 PSD 我们应该找这个东西才对 PSD 1218A 哦 有了呢 啊 有个FICOM PSD 它说它是1218A 那应该就是这个了 1218AX HELP 你有什么关注吗 这HELP 也毛线看不出来啊 哪有HELP 是这么写的呢 那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啊 那我先选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Google一下啊 呃 刚刚呢 我也Google了一下啊 也看到了一个一个文章 但是我也不确定 他讲的是不是对的 但是 我看这个小哥哥也比较实诚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这样 他在编译的时候 他说 他说是这里的问题 啊 他说 啊 他说 啊 他说K1 是PSD 108 是PSD 108 K2 是PSD 1218 AX K2 3 是BX 那我Google就相信他咯 啊 你先先想到呢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 啊 因为那个意见设备不到我呢 啊 那他给你Manager 不管啊 啊 那这里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去 我觉得别的应该都不需要 Bist System不需要动的 也不需要动的 那最多就是 Network 看起来也不需要动它了 为什么因为Profile选好了 应该就是 不需要动任何东西了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东西改掉 我们只需要把Rufit里面的applications 我们找到刚刚要的那个插件 那个插件在什么名字 Feed是吗 Net People 是这个叫Net People Net People Interception 那我看一下对不对 之前他有说明过 叫选择了Rufit里面的 Net People Interception 就会全部编译 那按道理我这样子就应该全部编译了 所以我把这个选择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就把这个选择 选择按道理它就应该是全部编译了 然后我跟这位小哥哥也沟通过 他说他酸酸乳 他不需要 然后其他的东西他都不需要 那我就确认别译就好了 他貌似只对这一个东西感兴趣 那我们不管了 我们就看似很容易搞定吧 那我们现在要干嘛呢 我们要 我们要在LT值里复制一条命令 对 我们要先把相关的库都下载下来 我们先把相关的库都下载下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来编译 首次编译 建议是用一个线程来编译 那我们就用一个线程来编译 而且我这个机器用性能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个编译其实要好多个小时 嗯 所以先这样子咯 回头我把结果再来展示给大家看就好了 OK那我这边呢 现在就已经编译好了 在编译下有个target 应该就在这里 应该就在这里 不对吧 应该是上一集 OK现在就编译好了 就是这两个文件 一个是叫 initramfs 还有一个是squarefs 就是两个不同的rootfs 这个看自己的需要了 其实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OK然后我就把这个 发给这个朋友 但我也不知道行还是不行吧 以后有结果再跟大家同步吧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我就录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拜拜